九岁的小豆子被做妓女的母亲切掉了左手那根畸形的指头 只为进入关家戏班学系 戏班里只有师兄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 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在关师傅眼力和残酷的殉导下 师兄弟二人演技很快提高 小豆子取一名陈蝶衣,演淡绝 小石头取一名段小楼,演深绝 两人合眼的霸王别姬玉满精尘 师兄弟二人也红极一时 二人约定合眼一辈子霸王别姬 段小楼取了妓女菊仙为妻 而依恋着师兄的蝶衣 心情沉重地来到师兄住处 把他用屈辱换来的师兄向往已久的名贵宝剑赠给小楼 并决定与小楼分道扬镳 后来在关师傅的召唤下 二人再次合作 抗战结束后 两人被迫给一群无纪律无素质的国军士兵唱戏 段小楼与士兵起了冲突 混乱中,菊仙流产 蝶衣也被士兵以汉奸罪带走 段小楼亲力营救蝶衣 不惜低声下去地去求曾经玩弄蝶衣的官僚原世青 菊仙要蝶衣说谎自救 并将小楼不再与蝶衣唱戏的字句给蝶衣看 蝶衣很难过 于是在法庭上拒绝说谎 实话实说 本以为必死无疑 却因其记忆被国民党高官所救 解放后 两人的决议并没有受到重视 物肠鸦衣的陈蝶衣嗓音越来越差 在一次表演中破嗓便决心戒毒 历经毒瘾折磨后 在段小楼夫妻的共同帮助下终于重新振作 却被当年好心收养的孩子小四陷害 小四逼着要取代他鱼姬的位置与段小楼演出 段小楼不顾后果罢演 局先为了大局劝他演 段小楼最终还是进行了演出 蝶衣伤心一绝 从此与段小楼断交 文化大鬼秘师 段小楼被小四陷害 并逼他诬陷蝶衣 段小楼不肯被拉去游街 此时蝶衣却突然出现 一身鱼姬装扮 甘愿同段小楼一起受辱 段小楼见蝶衣已经自投陷阱 希望能保全局先 无奈诬陷蝶衣 甚至说他是汉奸 蝶衣听后痛不欲生 以为段小楼只在乎局先 又看到自己所怨恨的局先 此刻竟在可怜自己 便将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局先身上 抖出局先曾为称计 段小楼因此被逼与局先划清界限 说自己从来没有爱过局先 局先在绝望中上吊自杀 打倒四人帮后 师兄弟二人在分离了22年的舞台上 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别姬 鱼姬唱罢最后一句 用他送给霸王的那把 注完他感情和幻想的宝剑自吻了 蝶衣在师兄小楼的怀中 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也结束了这出灿烂的悲剧 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新高峰 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旷世巨作 张国荣对陈蝶衣不封魔不成活的完美演绎 给观看影片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对剧中的谁有什么想法